在中共相繼挖走臺灣在太平洋的邦交國後 臺灣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徐立文 9月23號獲美國邀請 出席在聯合國組部舉行的 全球呼籲保護宗教自由活動 聆聽美國總統川普在活動中的演說 臺灣行政院長蘇貞昌24號出席立法會時表示 這是臺灣自1971年失去聯合國代表權以後 48年來第一次有臺灣的正式外交代表 進入聯合國 而且得到美國政府的邀請 是非常重大的外交突破 非常不簡單 臺灣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 臺美關係升溫大家都看得到 臺灣在宗教自由上的成就 獲得美國邀請是值得國人高興的事 旅美時事評論員田園表示 中共不僅在外交上、軍事上打壓臺灣 甚至在醫療問題上對臺灣的打壓也是不遺餘力 田園認為 臺美關係的升溫有助於臺灣重返國際組織 包括國際衛生組織 在此之前 太平洋兩個島國 索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 在中共金援外交的誘惑下 分別於9月16號和20號與臺灣斷交 中共一直以這種金援外交作為它拉攏第三世界這種小國的這樣一種手段 中共拉攏這些亞非拉的小國之後 在聯大形成了一個以中共為核心的這樣一個流氓國家的團體 用金援收買這些國家之後 這些國家就此心踏地地跟在中共之後 替中共出聲替中共投票 不允許他們譴責中共人權 臺灣總統蔡英文表示 中共在距離總統大選只剩下100多天時 密集打壓臺灣 試圖用打壓的行動告訴臺灣人 你們只能選擇一個會向中共低頭的總統 中華民國行政院發言人古拉斯·尤達卡表示 臺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人民有選舉權 中共擔憂害怕臺灣本土的政權會繼續延續臺灣現行的體制 所以用各種手段 包括挖臺灣邦交國 企圖干預臺灣明年1月要進行的選舉 胡拉斯·尤達卡強調 如果中共認為這樣的手段可以干預臺灣的選舉 這是中共的失策與誤判 如果中共想藉此來分散中國民眾對中共政權的質疑與不滿 也同樣是無濟於事 蔡英文總統認為 中共在臺灣選舉前 會以各種方式繼續對臺灣打壓、脅迫 它的動作只會更多 不會減少 蔡英文說 中共這些惡霸式的壓迫 不會讓臺灣人放棄堅持 但是 如果臺灣人民放棄堅持 世世代代的臺灣人就不再有民主、自由、主權 臺灣將一無所有 作為主、並非中國民放棄堅持 美國 prochain 都變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